我们还有三个方便创作 就是立体的 比较有机结合的积木 其实前面课 大家可以去翻 有的已经看到了 剪二八行修剪术的时候 还有这个曾志强老师 中国式管理系列 那么还有一套就是 医学的技术知识 就是一言五行八卦 听看你这样什么 都是有机的结合 一个小立方体六个面 它是本身一个小的系统 然后六个 就是每个面 一起拼起来又是一个系统 这样六个这样变化 也不是差不多 大家可能有的不知道 我老网店也买不到 淘宝叫医经主题购物 那么其他的 或者搜医学乐园 有的已经下架不让卖了 我自己都搞不清楚现在 说到曾志强老师 我们就顺便说说跟他的缘分 前面 就是讲一些神奇的梦境 那个系列 已经说过跟他的梦了 就先不提了 那么现实当中呢 因为梦啊 有的可能是你前一生 甚至来一生 甚至将来要就是 现实中 就是潜移默化的一些 都是有联系的 但现实又是一方面吧 他们之间其实有因就一样 有的人就是不容易搞清楚 我们常人都搞不清楚 那么当然也有些假的 映射到其他的 以物代物啊 反正都有原因的 甚至有一些 跟自己身体的状况 我自己的意念 过度的想法都有关系 那么 其实我们认识老师 时间很早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大概就是2006吧 那个时候 在之前我就经常听讲座 然后网上流传着什么 陈安芝啊 陈工学啊 各种的管理学啊 我都听过 台湾还有一个叫 这个于世维 那个时候陈工经理人 也是很火 他也是搞管理 然后又碰到曾老师 包括前面也听过一些国学啊 反正 那高中的时候 大概就开始 才开始接触 其实比较晚 一些课外的 而真正对生活学 也很有用 课本学不到吧 然后 老师只要映入眼帘 其他人都感觉 随之而后 就整体的宏观上 就没有那么高大上 没有那么深刻 深奥 深入前出 所以 从那个时候开始 结了网络上初步的缘分 然后后来他在白岸南 讲这个疫情当务密火了 这个时候他真正才开始到大陆 这个发展 比较比较 有名声吧 然后 就在北京 有了一家公司 有了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呢 我是 也是有心的 就查看他的资料的时候 发现 应该是这样 大概是如此 过去了 然后 就投过简历 那个时候 正当我们那年非常困难 高兴方向的时候 我们说就在网络上玩英雄杀杀杀杀杀 杀了一半个月 结果就去了那家公司 投了简历 那个 家领导 他很有意思 虽然他 很多想法的很奇怪 而且是佛教徒 但是 真因为有这个心 所以说感到 去的时候也不要公司 说是不要 但人家还是给啊 真心 他是想去 慕眠而去的 想去学习的 然后 后来就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有机会跟老师 偶尔会 他来 能够 接触到 包括他的两个弟弟 也见过 妹妹的书啊 什么 图书公司嘛 然后 这个 梦里啊 包括这个 还是平时 主要还自学嘛 帮忙 帮忙